大家好,本期我们来说一说考古队在三门峡发现一座古墓 出土两起物,揭开千年古国历史谜团 1955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建设时期 国家决定给黄河修筑一座大坝 三门峡位于洛阳、长安两大文明古都之间 自古以来便是交通要造,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悠久,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 为了避免历史文物的破坏修筑前 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组建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 对三门峡地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活动 第二年,三门人组成的考古队住在寒冷的三门峡谷地 他们每隔一米一个探工,一条线排开 砖探结束后,考古人员却失望地发现 这一带的古墓几乎都被盗 后来,考古人员来到了现在的三门峡 是上春岭湖冰火车站一带 并且在这里发现一座古墓 这座古墓被压在一条古车道之下 年代久远,地层下陷 被路两旁的砖架长连遮挡着 因此才逃过一劫 经发掘该墓长5.8米,升13.3米 墓主人的骨骸虽然有一副重果保护 但早已化成渣子 但墓内的石鸽、青铜器、铜钟、车马器、兵器、玉宇、石壁等文物都保存完好 在这些出土的器物中还包含着 主要由七顶六轨、六盒组成的青铜礼器 西周时期,其礼制规定天子九顶八轨 诸侯七顶六轨 这就说明该墓的主人的地位非常高 随后考古人员在外国是发现一件铜鸽 上面著有国大子袁图哥的字样 考古人员推测 这个墓学的主人是国国太子 国国旧国是春流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西周初年周五王灭伤之后 把临近国度的两片土地分分给自己的两位叔叔 一个称东、一个称西国 中国后来在历史的征战中逐渐消失 史书上并没有过多的记载 西周晚期 由于外族不断侵劳 国国被迫从原封地东迁至山门峡一带 相传,旧国强盛的时候 车骑尺沉于墨尾草原 江淮流于中原地区 其他诸侯国都对其鼎礼膜拜 国国对周四的守护作用也非常巨大 然而真正令国国民生大兆 并不是他的繁荣 而是他的灭亡 后来,晋国想要 吞并国土相邻的鱼和国 然而这两个国家关系很好 陆耀公的其中一国 另一国必然出兵相救 于是大臣去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离间鱼国和国国 他看到鱼国和国国军摊的物业 便建议进宪宫送宝物给鱼公 鱼公得到宝物很是高兴 之后晋国故意在祭国边际制造事端 找到了代国的借口 祭国要求从渝国借到讨伐佛国 鱼公得到祭国的好处 只好答应下来 鱼国大臣官子日齐 再三劝阻鱼公 但鱼公始终不听 晋军从鱼国路过 攻打国国 很乖的取到了胜利 晋军回国后 再次路过鱼国 把一些战略品分给鱼公 这时纪将军女克装病 称不能带兵回国 想在渝都休息几天 鱼公答应了 几天后 晋军公来约渝公前去打猎 就在打猎的时候 渝都被禁军占领 鱼国灭亡 此后甲鱼灭国 存亡此寒 成为经典的亡国教训 经常在陈子向军王的劝点中见到 另外该典故被组结为 三十六纪中的第二十四纪 甲徒 法国 两千年后 国国太子墓被发现了 引起轩然大国 在挖掘过程中 诸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而最令人激动的是 考古人员还在墓底 发现一把玉金铜心铁剑 该剑插在牛皮靴内 剑柄由和田清玉制成 室内含有铜心 剑身为铁 曾有叶状 被誉为中华第一件 是我国截至目前所发现的 时代最早的人工自铁 制品 是我国人工自铁是提前了一个多世纪 总之国国太子墓的发现 为我研究国国甚至西州的历史文化 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还可以 就请订阅和点赞 转发一下吧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 发表您的看法 一起讨论一下吧 到这里 但是 以后 如果您评论一下 请al